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过去式的 若干年的 这样同学们容易听懂啊 若干年的 烦恼 一切业障 无名无相 有相有体 有声有色 无声无色 等等障碍 然后就致使你覆盖本来面目的真谛 进入颠倒梦想 进入凡夫举动 迷起自己的本来面目 就执着自己的五蕴 执着自己的六根 这就是无名原形 这里随便提两句 今天我发现有同学在听说法的时候 听完以后 满认为他是非常懂佛法 懂心经的 但是回去以后 吵嘴闹架 不依照心经的行持去做 不断除我职 并且有同学竟然气得来 鼻青脸肿 眼泪长流 哀声叹气 当上师在问他 你在气什么 他说 某某某某某把我欺负了 所以我内心非常难过 我说 你昨天听心经听懂没有 他点头 我说 你理解到意义没有 理解了 我说 他什么时候欺负你的 他说 昨天什么什么时候欺负的 我说 你用什么听到的 他说 我用耳朵听到的 我说 你起分别心没有 他说 没有 同学们啊 说到这里 我不是说要批评哪个同学 我是希望他今天能听到我这段开示 马上变成另外一种境界 而且成为成就的代表 所以我才这样说 结果 这位同学给我一讲了以后啊 我说 你首先给我定个时间 本来无时事之分啊 你把我讲的心经真谛听到哪里去了 你还记得清楚 昨天用耳朵听到的 你听到了 你又听懂了心经 那么你没有起分别心 你怎么会去执着呢 说内心话 这个道理 我不全怪这位同学 这就是他的无明烦恼 这是他颠倒不明造成的 所以讲到这儿 随便给同学们打一个比喻 今天讲的这些不是编造起来的啊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 所以说啊 这个无明烦恼啊 有时候确实还有些厉害的 它能盖上凡夫的本来面目 这句话告诫同学们 也告诫法界众生 同时提醒我们这位同学 正因为如此 你就是凡夫 就是轮回痛苦的一员 如果你不是凡夫 你就不会颠倒梦想 听了心经 就会得到解脱 可是听了我的心经以后 同样是如此 因此叫做凡夫 那么我们应该由凡夫意识 进入圣人境界 修行要得用得法 千万要记住 凡是修行学法 听了法以后 就要依法去行持 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讲评书的 同学们啊 我一不要你们的钱 也不要你们的供养 二不要你们的供食 三我在这儿尽全力地 给你们讲啊 同学们 讲的是圣意 你们要好好地听啊 好好听 听了就要去做 如果你们把我当成 讲故事的话 我就不会这样 很认真给你们讲 我会讲故事得很 可惜 我绝不为一个人 去讲故事 我是希望同学们 真正变为一个好人 真正变为一个超脱的人 变为一个了生托死的圣人 圣者 所以才这样给你们说法 显阳圣教论说 无名者 为不了真实为体之巨生 因为这个无名啊 厉害 巨生所起 就是说 本身无始带来 或分别起 能仗正了为业 它产生一切分别 产生一切盖障 由于产生分别 自然就仗了你的正道了明 他专干这个工作 仗正了为业 所以昨天发生这个现象的同学 就是由于被无名 障盖了自己的真心 由于分别 起仗了你的正知正见 他给你做了工作 他的工作做得十分成功 所以你才会鼻涕眼泪俱下 你就被他把你降服了 这个同学今天晚上起 不要再被他降服了 要站起来 听一次戒心经所说的真谛 就应该相应心经的成就真谛境 我来代表开示的观世音菩萨的 妙意之经论 因为昏尘烦恼 重阴造业 故无名是原形 这个无名啊 主要是一昏尘烦恼 就种下阴 造下业 所以叫无名原形 那么就是说 他又何时种下阴 造下业呢 就拿我刚才说的 这位同学的现象 这么两三位同学的现象 都是种阴造业 吵嘴闹架 马上就树立对立面 对方对你就不感冒 上师对你倒没有分别心 但是上师至少晓得 这位同学没有把我的心经听好 学了以后就去吵架 专门听心经去吵架的 至少晓得我们的同学 在座上痛哭流涕 执着可怜 然后种下的什么因呢 种下的是悲伤烦恼 种下的是与对方结下的怨恨 至少是对方认为你不行 本来他都愿意尊重你 突然就觉得你有什么资格 听心经还不如我 听了半天不拿去用 这个业你说带来多大 那么这个问题一产生以后 你就不受尊重的咯 你种下这个因 造下的业就是逆缘之业 好了 不一直批评同学了 有这种缺点的同学 马上改了 上师对你们没有啥的 上师提出来 想在这个奖金的开示 这么一个法会上 希望你马上飞跃直入 众生嘛 都有缺点 何况是无明圆形所致 没有啥好稀奇的 二 行圆时 无明产生缘就产生行 因为有了行呢 所以行缘就要产生时 行依过去无明颠倒烦恼 而做之种种善恶行业 千流于三世 世为行 据舍论说 造作千流二亿明行 由无明造作善恶诸业 由业力牵引其忘食 一念投入母胎 即行缘生时 行缘时就是说 行啊 它依着过去无明颠倒的烦恼 就是依过去无明颠倒的烦恼 依无明圆形 依无明缘起 而颠倒烦恼 而做种种善恶的行业 正如刚才说的 由于无明产生 它就要造恶业 造了恶业以后啊 千流于三世 过去世 现在世 未来世 它就种下这么三世 也就是说 上辈子 这辈子 下辈子 主要是千流这三世 就称为行 行有多种解释 一切行动 起心动念 都叫行 但这里的行 是指的无明原形 是这个道理啊 据舍论是怎么说的呢 造作千流 二意明行 就是说 造作 造作一切善恶诸业 千流不断 就这样循环性的不断 无常循环不断 就叫行 由无明造作善恶诸业 由业力牵引其忘食 那么这里就给你讲了 由无明造作一切善恶的业力以后啊 然后由这个业力就千流于三世 他就自己把这个业力带着 随时带动 随时产生 一念之偏啊 一念之起 就投在母胎里头去了 就投在母亲的肚子里头 这里的母胎没有什么辟语的 就是真正的人去投母胎那个意思 即行元食 那么种下胎因就产生了一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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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